历经波折 此一志工终于抵达重灾区贝拉 在机场积水未退 各国救难组织的飞机在此降落 这间收容中心则是原本的超市 灾民们洗地而躺 或静坐在街头十分无助 都市里 酒餐建设被毁坏 大人重来满面 这名小女孩却急着要晒干课本 希望能够回学校读书 年轻所见百倍待举 而在另一个村庄 有40户人家被农场主人收容 农场主人就是靠着这台车救了300多人 就在缺油发动时 遇到前来看载的刺激人 送上汽油还有食物 让大家终于可以好好吃一餐 目前各收容中心都急缺食物和饮用水 此际也正设法要从首都北上运送物资 协助灾民度过眼前难关 该新闻知识美知公莫三比克报道 刚刚新闻当中的画面